以前應該是一模一樣 點下去的話沒有什麼大大差別 不過多國語系的部分可能要再花一點心思 這地方可能要改 多國語系部分 再來的話就是 我們一樣類似的範例要把它改一下 那個List View 基本上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List View 請各位等一下建一個List View 這個地方的話 書上的範例是在第七章 我們這邊建立一個CH07的List View 1 裡面的話基本上 跟那個Spin的最大差異性其實蠻小的 所以我們順便講 這樣會比較有一個連貫性 打開來之後基本上布局的部分 基本上一樣 第一個就是我們放一個Test View 下面的話我們就放一個什麼 放一個List View List View特別注意 它放的位置在是 應該是Composize裡面 Composize裡面會有個List View 從拉過來之後你可以設定它的高度 我記得應該這個地方我的Height 大概是 大概350啦 350DP 然後下面的話再放一個Test View 不過我的外面最外面這個Layout 記得要把它改成Linear Layout 不然在布局的上面會遇到比較多的問題 我們暫時先可以讓它Run 如果將來你們要再去改版型的話 你可以再花一點時間 它是建議盡量用Relative Layout 因為當然Relative Layout 有個好處就是自動會去調整它的位置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現在Enjoy最大的問題 就是它的Size太多了 從最小的到最大的 哇太多重 這個也是太大 所以你們將來要解決這個問題也要花時間 不過呢初期 野心可能不要那麼大 初期是你的手機 可以Run出來 應該暫時第一階段就OK 第二階段你要版型要調整那個我想後續的動作 OK 第一個就是 那我們佈局裡面大概就是把這個拖拉過來 然後放進來 那裡面的 我想要需要變更名稱的話 就是這個LV01 然後T01 其他都一樣 那至於說怎麼樣Run到這個List View裡面 然後把它執行起來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Run起來差異性 只有一個小小的地方就是 就是我們的清單 本來是點了之後才跑出來 那現在是直接就跑出來了 那執行起來之後的話 給各位看一下 那我現在是用2.33的版本 那我也有試著用那個4.421來跑 基本上好像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沒有什麼 那這裡的話List View 我們把它做出來之後 類似像這樣 直接點了籃球 有沒有 那下面要顯示 有沒有下面就顯示出來 點足球 足球就顯示 那差別在哪裡了 一個是點了之後 清單秀出來 對不對 再去點 那這個是直接什麼 就秀在上面了 那比較適合就是說 你本來就很簡單的 你就是要讓它一個清單的話 那你可以用這種方式來設計 那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把這個範例 試著先建一個專案名稱 專案名稱 先就是List View 1 List View 1 List View 1